大家好,我是羊 现在有很多人由于肌肉紧张,疲惫 会导致腰部出现疼痛,酸胀的情况 甚至还会引起腰肌劳损 这期我们分享一个缓解动作,叫做青蛙趴 下面我来说一下具体的做法 首先曲肘,大臂垂直于地面,小臂浮在地面上 大腿与小腿称90度 两膝分开,尽量扩大两膝的距离 内侧足弓与地面接触 脚趾远离身体 后背挺直,不要踏腰 眼睛看向地面 这是动作的起始姿势 然后一侧小腿向上抬起 放下,再抬另一侧 转两侧胶替做这个动作 刚开始练习,如果宽步过紧,会觉得有点困难 这个时候不要强求,精力就可以 等身体慢慢变得柔软,就可以完成一个标准的动作 在练习的时候,要注意力度 避免给腰椎产生不适感 经常练习,可以帮助打开宽关节 松解深层筋膜 调整骨盆,缓解腰痛 除此之外,青蛙趴还能够改善小腿腿形 锻炼腿部肌肉,改善O型腿和X型腿 帮助增加腿部力量,增强体质 每天练习5分钟就可以 做动作时,要缓慢轻柔 以唤醒肌肉和关节 不要追求速度 缓解腰部不适 还要注意调整睡眠的姿势 如果你是侧着入睡 可以在两膝盖间加一个坐垫或者枕头 这样可以让后背保持一个良好的姿势 如果你是仰卧睡觉 可以立起膝盖 在膝盖下放垫个枕头 或者是坐垫 也可以把枕头放在腿部 让小腿到脚的地方抬高 这样会感觉到很轻松 另外是调整坐姿 每坐半个小时到45分钟的时候 就应该起来走一走或者运动一下 平常的时候也可以多做一些其他的运动 腰背部是人体的核心力量区 起着很大的支撑作用 而且还有很多的内脏器官都集中于腰部 所以在平时的时候 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腰部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这儿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阳 咱们下期见